台中潭子区新兴国小 由于旧校舍缺乏人员维护 跑道长期有军烈破损的情况 另外周边的体健设施杂草丛生 小朋友也不敢使用 因此明代邀请相关单位前来会刊 协助校方争取2000万元经费补助 来改善校园环境 操场上跑道军烈破损 而一旁的溜滑梯等体健设施 也被高耸的杂草埋没 让人看得触目惊心 所以我们必须要给人家一个好的跑道 一个好的环境 这里是潭子区新兴国小的旧校社区 由于校园辽阔但缺乏人员维护 跑道已有12年之久且有破损情形 而操场及球场也因为杂草重生 必须仰赖社区志工来帮忙除草 校方也希望能够改建操场及球场 提升安全 民众使用的频率很高 使用的人数也很多 那整个社区我们在放学之后呢 都提供给社区民众来运动 有一个好的跑道 对于学生的安全 还有体育课的实施 都有比较密切的相关 也希望能够提供给社区 一个好的运动场所 由于旧校区目前是幼儿园 幼幼幼班的上课地点 而校方每年也会在这边 举办大型的运动会 在明代的争取下 目前初步规划将改善市令台 操场及跑道等周边设施 另将原本的篮球场改造为光电球场 让社区居民及孩童方便使用 雨一下来我们的杂草就重生 孩子要出来也很危险 不知道草堆里面有杂不 哎呦 这不行的 这样子不好 对孩子不好 那我们也希望 透过于这样子的一个整体规划 我们逐年来改善来兴建 让我们的地方都更能够跟社区来结盟一起 共学共用共融 那不管是运动场跑道 还有球场或是游戏器材 都希望利用这次的整体规划 把它确定位置跟配置 我们再按照项目分项逐年来配置完成 改善工程经费约2000万元 明代也积极争取体育署及教育局补助 校方也希望借由这次的整建工程 改善场域提升校园环境 期盼能在明年70周年校庆的时候 给小朋友们一个大惊喜